不要就针对那个逻辑函数部分做说明 所以不外乎就是这个if 然后再到这个多重的 然后再来就是做有关PBA的部分 输出公式 这个等于是复习清除 然后成绩的话合格不合格 刚刚清楚 应该是清除格式 这样才不会格式保留 然后成绩多重输出结果 然后再来就格式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再把不同的资料给不同格式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只能这样 比如说可以怎么变颜色 甚至每个颜色都可以变化 然后底色怎么变化 框线怎么变 然后加粗体等等 如果要清除的话 可以两个方法 个别的清 或者是一次性的清 不过一次性的清的话 当然变 刚刚这个C 它等于是把框线拿掉 所以这边会缺角 另外的话就是 这个框线加上去 然后怎么样加双线 大概是这样子 今天基本上 几乎全部都在写 这个VBA的sub程式 所以我们大概已经写了有246 把9个按钮 OK 所以回去的话 可以再把它多多列席 因为VBA基本上最常用到的就按钮 然后呢 还有就回圈跟逻辑判断 那这样来的话呢 剩下一些时间的话 我们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列席 所以也许人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再试试看 包含比较常用的 除了说呢 有这个if的一重 两重多重的逻辑之外的话 甚至的话一般还会在那个逻辑跟逻辑的中间 加上and或偶尔 那and的话就是什么 交期 偶尔的话就连期 那比如说的哪一些 像那个我们切到and 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今天两个条件都要为 都要为true的时候才为true 所以这边的话 它这个条件是大于20 这个什么 销售量 销售量是这个 大于20 而且销售金额 销售偶的话就销售金额 要大于8万 这个条件跟这个条件都要为true的时候呢 它才等于是合格 OK 或者当然才为true 那你如果两个以上 就是两个条件都要为true的话 那怎么做 这个地方底下 优跟列好了 你就是做第17列这个 如果输出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就插入函数 逻辑的部分的话 一样是if 如果哪个条件 不过你会发现 if里面只有一个条件 但是呢 b栏跟d栏有两个条件 那两个条件都要为true的时候才为true的话 那怎么样把这两个条件 放在这个格子里面 关键来 特别注意 如果你两个条件都要同时为true的时候呢 记得 你就是要加一个end 那end的话怎么加 特别注意 请你在这边加个and 前刮5就可以了 然后给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销售量大于20 OK第一个条件 逗点 第二个条件是销售额大于8万 8万 OK 那当然如果还有第三个就再逗点 不过如果没有的话就把后刮5结束 OK 应该知道这意思 就是在那个什么 逻辑的外面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条件都要同时为true的时候 就end end的话呢就包在外面 好 刮5一下 那如果两个都为true的时候呢 表示这个业绩表现非常好 那就是给他一个u 反之的话呢就是列 u ok 然后反之都是就是列 ok 这样子 按个确定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结果 如果这两个都有u 那其他的话呢这个没有 这个的话呢也没有 他等于等于不算 他应该是大于 必须要大于等于也不算 所以呢只要一个 这个就列了 那这个 这个都没有 这个也都没有 那u的话这个有 这个也有 ok 所以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if 里面再加end ok 多一个条件的话 那另外的话 偶尔 那偶尔怎么做 其实切到偶尔部分 偶尔的话呢 一样切到第11列这个地方 那标准不标准 其实这个地方是 偶尔是其中一个为true就为true 所以有2000跟60000 那你会发现如果用偶尔的话 条件会比较宽松 所以 或是其中一个 或 其中一个是如果销售量呢 大于20 逗点 第二个是销售金额大于60000 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呢 那就是符合标准 反之呢就是不标准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H我就把它 标准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不标准 ok 那你会发现 基本上 如果用偶尔的话 应该 会比较容易标准 因为 只要其中一个为true 有达到的话 不管是销售或销售金额 那如果除非两个都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20 这个没有6万 那当然还会是不标准 ok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用偶尔相对比较宽松 另外的话还有Nut 不过Nut 刚好相反逻辑 就是true变false false变true 那 这个用的比较少 所以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因为变颠倒而已 那颠倒没什么意思 有点像 相反逻辑 而且比较容易自己会搞混 所以我自己比较少用 但至少有这个东西知道一下 其他的话 还有请各位 也许你做完之后 在旁边 也许可以试一下VBA 那如果说今天 假如 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Excel是写这样子 可是如果用VBA VBA就不要丢公式 你就直接怎么样 写一个什么 一个业绩的SUB 然后输出的话 就是结果跟这边一样 但是是 用VBA的方式写 这该怎么写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刚刚的偶尔